年少时我从未想过 有一天进回家给一个顽固子弟 女子出嫁 一生融本就细在夫君身上 我想要的就是一个家 可以安心生活 安心经商一体的 你别哭啊 我护你有本事 我会这么一个好招 陪你上手套 让你安安冷冷 想想理念的管真实 夫君子 真好 我想想的好了 有多好 就是给你过一杯杯的那种 真正的李日荣 就是应该总能闯北 成了 十五八九 明日开了张 我就是柳老板 恭喜柳老板 我 我不会再人机枉 也不会让你失望 九思 我会永远地回身 他既然嫁给了 我便不会让他守半点委屈 我会把他视为心头肉眼中猪 我会把他视作我的命 怎么战得这么好看 今日 是生死的一战 若是赢了 自然要穿得好看戏 若是输了 我们共赴黄泉 刘宇他 以夫妻之名 是天自留 你是我的妻子 刘宇如 你是我的夫君 顾九思 只要我们身边有婢子 一切困难都可以克服 糟老头子 我就知道你在这儿逍遥 我要成亲是怎么回事 看小爷眼会遭了你叶大公主的眼啊 不是 你凭什么拉叶神属于我呀 我也知道你明星为什么这么坏了 你出现富贵又浪道荒唐 像个威神一样 谁愿意把女儿嫁给你啊 顾九思这个人 自己无赖不说 反而嫉妒 像施安哥哥那样的正人君子 你就在他面前使劲夸施安哥哥的学识和人品 他还想娶我那怎么办 做什么美梦哪 谁想娶你啊 九思最坦适了什么 这柳玉如知道的一切二出 柳玉如最坦适了什么 我呀 玉如妹妹 我可不是为难 我是喜欢你 你就说一句 一眼是暗是大婚的 文顾九思 幽坚 相散 孕妇临风 财心灵 咱家公子有义中人了 九思有义中人了 公主都说了 非那姑娘不娶 不好了 小姐 怎么了 咱们家和郭家定亲了 要把小姐嫁给那顾九思呢 你说的什么梦话 你个糟老头子 我就知道你在这儿逍遥 我要成亲是怎么回事 婚礼之前绝不能让她跑了 再走 顾老华 你个糟老头子 一眼无信念 运动 编造婚事齐军网上 那可是抄家中九族的罪过 别说这婚事是假的 亲父入满 拿着 情色和明 携手百年 能不能把那些个聘礼 记在哪里 这个罗女家 她喜欢钱 这样她喜欢 她什么都当得婚 没成果 以后 够够够的 你若是有喜欢的人 或者我有喜欢的人 咱们就合理 怎么样 冯房华竹应该是夫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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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会把她试作我的命 这是我身为一个顾佳人 应当为您做 她必成大事 顾佳的家业 早晚得交到她的手上 没错 但我手里 凭本事赚钱 赚好多好多的钱 没准你那个合理的主意 还真的行得通 等我挣足了钱 有了自己的伤好 就合理 碎了你的心愿 到时候呢 你是你的顾大公子 我是我的柳老板 玉如妹妹 不知可否一叙啊 玉如妹啊 谁呀她 凭什么这么讲 若是因为她嫁与你而受了什么委屈 她既然嫁给了我 我便不会让她受半点委屈 我会把她视为心头肉眼中猪 我会把她视作我的命 你中介缘 我正百万 机长违约 机长违约 梁州城的比一花花公子 名号已经换人了 就是这位 骆子上 刘老板 酒仰 五名苏文 江名赤子之 只可惜在你五岁那年 一场大火 几乎烧死了苏家所有的男兵 苏家自此没落 那场大火落江满都走了 只有她一人逃出正天 后来就四海行伤 适合安全走 你是聪明人 你错了 她从未对我许下海誓山盟 可何堂海浮石烂 她心中的爱占良美 并不是我 顾家的靠山要倒了 消息可当真 这顾家不可敌国 想必王杰史已掩护很久了吧 我看你了 已经死了 你个人